你知道嗎 你之前不是SlideDo的 SlideDo都是T928 還是SlideDo S-L-I-D 跟你上課不講你用講的 你用打到那個SlideDo也可以 反正我都可以 所以你原來打的那個就是都沒有講解 你要把 你這個答案很簡單 自己悶心自問你國文課怎麼學的 還有人還在參跟討論打課什麼關係 我們家也要醒來 我只是說這個現象自己要去審思 那你國文課怎麼學的 你有沒有自己想想看 你真的有看懂原文嗎 還是去拿參考資料拿來背一背就交差了一次 當然是人家參考資料懂也不是你 你要是你真懂不是他懂 背一背就交差了 國文課不是拿來背的 提卡爾有沒有聽過西方藝術者怎麼樣 他有一句有名的話叫什麼 五個字 大聲 你也知道還不錯啊 這應該不是我思故而在 那你用會來 你用會在國文課 很簡單你用會思嘛 對不對 你的答案都背了也不去想 幹嘛不在嗎 不在 不要說我求情沒有放課 你根本每一堂都放課 你根本都沒有修國文課 給你及格或幾分已經很適合 我都絕對有興趣 那你無法全部錢都槓荒 可是你要以最嚴格的標準檢驗事情 不是問過去人再多聽來看 講多好聽 你會能夠這輩子 你後面都下輩子嗎 是不是 那個 那有什麼 為什麼叫你們課後補導 溝通不要有什麼不平的 就到依靠或者教學意見標查 再來講 不是叫你們不要發表 問題可以跟我當面解決 為什麼不解決 要自己在那樣神門氣還在身 有什麼不平的 那有什麼好不能商量 還是你就覺得我愛怎麼過就怎麼過 對不對 標準要經得起檢驗 不是我遵守遵守就算了 你的標準也要拿出來大家檢驗嘛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過 是不是 不能大家比爛嘛 那你要商量啊 就好像以後 只要你什麼事都不喜歡商量 要用自己的意思做 你想想看你現在都在做這些事情 很簡單 你要培養一個人 或者種植一個東西 你要慢慢培養給他的贏 對不對 你以後收什麼活 你現在都不喜歡跟人家商量 要以自己為中心 自己說了算 以後你有你的子孫吧 你有你的孩子 他有他人 你就把我當你的孩子嘛 我對孩子很有自己的見諜 怎麼辦 你就不跟我商量啊 以後你就跟你孩子對槓 對不對 所以你有什麼好處 這就是後面的火爆 你現在都做這些事 以後可能就說 你別忘了你的孩子 現在還沒有孩子吧 還沒有來投胎 那你現在做什麼 可能就招感那種人來 像你是不喜歡商量 喜歡對幹的 可能就是來跟你對幹的 來你加深嘛 是不是 你想想看是不是 有可能 根本不一定絕對是 你自己的 凡事都有陰有果嘛 想想你今天怎麼成為你自己的 你現在的 你不就是這樣熏討出來的嗎 你現在都做這一支 一直熏 一直熏 覺得以後來的是孝子玄春嗎 一次來跟你對幹嘛 他不一定是換來 可是可能就是 老師跟你意見不合 就好像你跟老師意見不合 或者你跟同事意見不合 然後你這一輩子就是生活在那個氛圍 或者是磁場中 你覺得你會招來什麼樣的好的下場 你想不想啊 我師傅有在 不是我的標準嗎 用你人類的頭腦 已經跪在你 你正常科男 你覺得應該是怎麼樣 那我一輩子喜歡跟人家對幹 以後 生活的環境會比較和諧嗎 還是我一輩子喜歡跟人家商量 跟人家融大相處 有問題解決 即使以後碰到對幹的也 會從這個方面朝一個角度 我方向去走啊 對不對 我會去對方啊 這些都要講 不是閒話 讀白話文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看文字都讀懂了 讀懂我看你 我在講什麼 我剛剛講的一些 不是我身手真的嘛 是不是對你以後生活都有幫助 對你有啟示 對人類有啟發 就是有價值啊 文學 藝術的價值都在這裡 我的最簡單 現在你看公立主義 真永樂冷靡科系嘛 對不對 你看你們都學母學復系啊 啊 婆貿啊 對不對 機械系啊 你們還有幾個 看看你們英文系 法文系 中文系 那我就知道啊 聊冷靡 你如果拿前公立主義 當然就是熱靡 他的價值在哪 可是你看你去賺錢 你做機械系 是婆貿系 賺了一輩子錢 你怎麼跟你孩子相處 他教不教你 他只教你 他只教你怎麼跟客人相處 可是假如你有語言能力 把你用跟客人相處的那一套 欸 就像讀一篇 藍毛文 去賞期怎麼用在孩子上啊 那你一定要上博文系 才會跟我們孩子相處 是不是 語言系只是教你讀懂人 甚至要會去思考 從你接觸的人事物裡頭 就像一篇文章 你接觸的文章 你讀懂對你有啟發性 有幫助的 進階